Kaloha, 今天是第一次來韓國麥當勞麥食 Let's go 我們先把語言轉為英文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我們就是堂食的, 先吃 然後它已經分了不同的類 我們就逐一看一看 這個就是它特別的推薦 有它新出的小食 這個紅貝皮 還有一些wraps 雞 還有海鮮的 這個就是之前香港大推的那個雞包 是用了它們特色的醬 有些都是跟香港一樣的包 都是一些wraps 還有一些沙羅 還有一些芝士條 又或者麥麥雞 不同味道 這裏都是麥咖啡的 很好啊 它有展示每一樣飲品 它有多少卡路里 甜品種類也有很多 只是麥船風也有好幾個味道 然後還有一些生肥筒 我會試它這個最新出的Burger 然後我就是跟餐 我就跟薯條 Cara Zero 薯條一向都是酒鹽的 我就酒鹽了 然後就Save Change 好是可以小冰的 是沒有冰的 你就知道是零 是酒冰的 現在就用了 paste錢 就這裏 就做YEN字了 那我就會選這個 芝士雞寶 那我也是要餐 中薯條 那我就喝這個 分答橙汁 那我分答橙汁呢 都是叫酒冰 完成 我們的餐點已經來了 剛才我們餐了兩個包 然後兩包薯條 還有汽水 韓國有一個特色就是 看到嗎 有一個紙盤 入住的 好 一起開箱 我的包就是有芝麻包 然後有兩條 芝士條和沙律菜 配了茄汁 下面就有炸雞 然後最底就是有沙律醬 上面那個不是茄汁 是泰式辣醬 有些酸酸辣辣的感覺 我覺得都不錯 雞扒就好像平時 脆辣雞腿包 那個雞扒 麥當勞來說 都跟香港差不多 純粹是多了兩條 芝士條我覺得值得一試 BBQBacon 這是麥當勞 今個月新出的一個包 開了之後 看到紙托是很完整的 繞著整個包 不怕它會變形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挺貼心 我覺得香港麥當勞都可以搽 第一層就是芝麻包 然後裡面就有些洋蔥 Bacon 下面就有一個漢堡 在漢堡上面和下面 都是有芝士的 超邪惡 漢堡扒都是比較乾 整個口感很乾 整個口感很乾 都是炸過東西 所以它本身都沒什麼水分 所以整個包 很靠就是它的那個Sauce 而它的Sauce 就是甜甜的 不辣的 但對我來說 它這個包就實在太乾了 我也是推薦韓國的Mum's Touch 這個就是它們的茄汁 它們的薯條呢 都算挺是正的 就是條條都是有上牆 就不會像香港那樣 有時候會有些洞 又或是霉凸對 吃完記得按翻 回去用過的餐具和垃圾 按翻好 現在是早上9點多的時候 我們又來了麥當勞 今天要吃早餐 試這個熱香餅皮 是韓國最近新出的 我要這個Vegan和蛋 然後就Passec 有少許餅 少許餅 少許餅 喝 現在是喝汽水 但是這樣早上汽水好像不太好 有些熱的食物 是這個 熱氣的 對啊 還是喝了愛吃飽 剛剛早上不知多少秒前有人說 早上喝東西好像不太好 女人是善免的 即是用 我就是叫這款包的 當然要餐 當然要有薯餅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 add to order 6114 到我了 Vegan的蛋 接著還有漢堡扒 的蛋 有了又不吃咖啡 因為太早了 所以真的很難吃 是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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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咖啡 不想去日本也吃到 我是沒有吃過這個韓國 通常脆落麵包 會有一種鹹甜鹹甜的感覺 而它是新鮮製作 拿上手還熱白辣 看到那些芝士是半溶的狀態 很淡很淡很淡 甜甜的焦糖味 蒜麵在我包身 好 我們是這個 煙肉 雞蛋 鬆餅 湯布 長長的煙肉 然後就是雞蛋 然後下面也有一塊芝士 煙肉呢 有一點點韌 不過可接著 它和這個包夾一起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種 鹹甜鹹甜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好過我平時在香港吃 接香餅的感覺 如果想知道 韓國有什麼好玩好吃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 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 拜拜